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是一趟感恩之旅 生命殿世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生命殿世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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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kya munibhaga wakatha kinchu Hargato bala viriya sambangge Tamsuga thamsara nathamutemi Tamsuga thamsara nathamutemi Tamsuga thamsara nathamutemi Hargato bala viriya sambangge Hargato bala viriya sambangge Tamsuga thamsara nathamutemi Tamsuga thamsara nathamutemi Yatacadina maha pala mahu Chantususujisupuri sayuge sungi Hargato bala viriya sambangge Tamsuga thamsara nathamutemi Tamsuga thamsara nathamutemi Tamsara nathamutemi Tamsuga thamsara nathamutemi Tam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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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hamutem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各位在楼下点灯 点灯也好 点香也好 供花也好 供食物也好 念佛诵经持咒 重点在于正确的发心最重要 所以要让每一个呼吸 都变成一种修行功德 当然有供品 又产生不一样的力量 就像别人出一百块 你出十块 那当然一百块福报比你大 但是话又讲回来 别人出一百块 用了心没有你圆满 那他就还是淑女 那佛要强调的就是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抱着最圆满的菩提心 那你点一盏灯 那等于别人要点一亿 一亿盏灯 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要这么多功德呢 那这些功德福报 你才能够布施给众生 就像各位你要放生 那你要放生 你要有钱 但是你有钱不是为了买房子 买车子 你有钱 你才可以救护更多的生命 甚至让老人愿更好 让需要吃饭的人吃得更好 所以我们做一个菩萨 各位一定要 念下来 修福报 如果你不修福报 你也没办法消业 那如果你不修福报 那你也帮助不了别人 但是 无论如何 都不要为了自己 我们修行人 自己呢 少欲知足 就像各位今天 在这边吃晚摘 好不好吃啊 可以就好了 吃得饱就不错了 那是不要太要求 那是吃饱要干嘛 继续要修行 要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要养成习惯 少欲知足 意思吧 欲望少一点 可以过就好了 有一个房子 不要一直想要去买第二个房子 大一点 有一部车子可以开 不见得要买了两三步 堆在那边 为了面子 那我想这个是修行的基本 因为佛讲的贪心 会让我们不断的轮回啊 你要得到解脱 那首先你叫消除贪心 所以叫贪欲如水 秤灰如火 这个贪心像水 会把你淹没 爱生气呢 像火一样 也把你烧死 如果你不听 佛法叫鱼吃 那鱼吃你永远就在黑暗里面 不知道对对凑凑 也走不出光明 所以贪嗔吃 是我们生命最可怕的 所以为什么要归三宝 归佛 要消灭贪心 所以佛呢 他是把自己奉献给众生 只有菩提心 要利益众生 没有个人自私的贪心 归法 那就是要消除我们的愚痴无名 让我们有空性智慧 归身 特别我们汉传的出家人 出家人不能生气 出家人穿袈裟叫柔和忍入依 所以归身的意思 希望大家不要生气 要修大悲心 所以过去我们不懂 我们归贪嗔吃三毒 所以我们的身体嘴巴 心态不断的造恶业 那因为你有三土造业 那你就会三界轮回痛苦无穷 就像今天早上痛痛痛 医生说你明天早上还要痛 后天呢更痛 你想一想你就去自杀吧 太痛苦了 但是自杀更痛苦 因为世间的电影都告诉你说 爱情是甜甜甜 它没有告诉你爱情痛痛痛 痛死人了 所以你还觉得 不会啊 爱情有九分痛 至少还一分甜 拔与的人都说拔输九分也赢一遍 他斗志坚强 但是大部分都是输了 请问去云顶去澳门的大部分是输还赢啊 大部分都输 但是他心里想说 我至少会赢一次吧 但是事实上这个世间就是如此 所以归贪嗔痴三毒 造业就痛苦 归佛法身三宝 发起菩提心 发起悲心 修空性 然后你深口意 怎么做来 守五戒 行十善业 念一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吸毒 这是最基本的 所谓不要伤害众生 就是这五条不能做 所以杀人杀动物 都是杀生 所以特别各位男女之间有淫欲 这世间人有男女的情欲 贪欲 所以就很容易搞外遇 对不起先生 对不起太太 等等等等 那如果没有佛法的人很痛苦 他没有办法 那个欲望很强 知道吗 就像一只公狗 看到母狗就冲上去了 因为他没有修行 你叫他怎么控制欲望 但是这个欲望越强 他又觉得很痛苦 就像有些人 爱滋病了性病了很严重 所以有这个欲望 并不是快乐 要去想清楚 但是如果你有智慧 那这个欲望就会慢慢减低 就像各位今天在那边吃素 吃素好不好吃 普通啊 吃肉当然好吃啊 但是不应该啊 不吃贝 不吃贝 吃吃素 也可以吃饱啊 对不对 吃东西是为了吃饱 不是为了好吃 所以佛陀的时代 规定出家人脱菠回来 要把菠里面的饭跟菜 观想成为大便 知道吧 一定要这样观想 观想的大便 哎呀我为了修行 所以我才在吃的 它是一个药 各位吃药好不好吃啊 药当然不好吃 所以我们当 就叫药食 晚上当作药食 是为了这个身体 能够修行 所以才吃这个药 这个药哪有好吃啊 对不对 但是现在人 他就贪心 好吃的我才要吃 好看的我才要看 好听的我才要听 弄得我们这些法师 个个都要唱歌去了 要好听 要好看 所以因为世界人 有这个欲望 那时候各位 欲望是生死轮回的根源 所以背一下 爱和千此浪 苦海万重泊 你越爱就越苦 这个苦就来自于爱 爱你就会执着 执着就放不下 爱喝酒 爱抽烟 爱漂亮 爱钱 爱面子 那这个爱就会让我们受苦 所以 那各位看到出家人 看到佛陀 他们没有自私的爱 不能有 那是戒律啊 出家人只能有菩提心 不能有世间的爱情 所以在这一点 那并不是出家人才如此 而是每一个人要解脱 都不能有贪心太多 这个贪心是毒 所以我们叫三毒 贪嗔吃三毒 这个毒会伤害我们的生命 那人的命运不好 就是因为贪嗔吃 去造业 业就刚刚讲了 杀生头刀血饮 骗人喝酒 那你就有各种的业报 没有人希望得癌症 但是你只要杀生吃肉 大部分都得癌症 现在大部分 像我们去祝念 大部分都是得癌症 而且很痛苦 很痛苦 那种痛苦没有办法忍受 你再怎么形容都没办法忍受 太痛了 但是你想想看 那与其 与其吃肉 还不如不要痛苦 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这一辈子 只要不要吃肉 你生生世世都不会得癌症 你要不要做 当然了 因为太痛苦了 吃素也有煮得很好吃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不能因为舌头的贪心 害了自己很痛苦 不但自己痛苦 别人更痛苦 所以如果你得癌症 所以各位你要发愿 希望我老了不要得癌症 希望我老了不要得癌症 因为家里人会很痛苦 你的子女也会很痛苦 这种自己痛苦 别人痛苦 你不要这个结果 那你就不要造这个因 不叫讲因果 因从哪里来 你也讲吃肉 杀生 那这些就是得癌症 生病的因 所以当然如果你不孝顺 爸爸妈妈也会如此 因为爸爸妈妈给你身体 你没有很好去照顾 爸爸妈妈的身体 那自己身体也不会好 所以各位要经常布施药 去给父母啊 给师长 进一步布施药 就像各位刚刚做焉供 给那些可怜的众生 那这个就是自己健康 无病的因 那你种这个因 那将来果报就好 你希望有钱 不偷盗 多布施 护持三宝 帮助贫穷 这很简单的方法 那现在要布施太容易了 现在网络上很方便 哪里有苦难 随时在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去 做帮助 那一天我去缅甸 缅甸老二上告诉我一个 因为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 吃什么药也不好 因为它是他天生的 为什么天生的 过去式的业 这一辈子的杀业 古兽人都是杀生的 对不对 所以他一直身体不好 那老二上说 那你每个礼拜五 礼拜五 去供养比丘尼 这个要注意 不是供养比丘尼 比丘尼 用药啊 用红包啊 说这个是要买药的 供养那些比丘尼 那母亲这种 长期病苦就会好 这就是缅甸的方法 所以礼拜五到了 不管哪里有比丘尼寺庙 国外国内 你可以脱别人啊 布施红包啊 说这个买药 或者是你买很好的药 寄给他们 那你去种这个因 然后 结果这个果报就改变了 这就是佛法最重要的 念一下 改变命运 深信因果 断恶修善 所以用各种的方法 就像你这个人人缘不好 找工作找不到 家里人何不来 那佛教告诉你的方法 多供养花 对不对 多供养檀香油 土油 那你就会人缘很好 你的儿子 或是你先生 很不喜欢听佛法 每次人家讲 他不喜欢听 那你要帮他供养好香 对不对 供养好香 闻得很舒服 以后他听佛法 就听得很舒服 叫多闻妙法 所以供养花 那会喜欢佛法 供养灯 不但喜欢 看了就懂 叫有智慧 听了也懂 那这些 各位你要按照佛经上面 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释迦牟尼佛 让我们告诉这些 所以在佛前有 这么多不一样的供品 那当然 念一下 种瓜得瓜 种斗得动 那你要得到什么 你就要去种这个因 所以 但是话又讲回来 你这辈子 所得到 所有的一切的 不快乐 那这个也是自己 种来的因 所以学佛要我们平常要如何 来 忏悔业障 一定要多忏悔业障 那寺庙里面 每次都教我们拜 八十八佛啊 那是拜地藏忏啊 所以忏悔业障 有很多方法 诵经啊 拜颤啊 放生啊 那是读心经啊 去想什么叫空性 那这个空性 如果你多去思维 那个业障就融化掉 空性有智慧 那这些你业障 所以各位平常要 在念这 忏悔业障 第二 累积功德 所以一方面 一定要忏悔业障 二方面呢 不断地做善事啊 供养三宝 累积功德 那我们的命运就快乐 不但你快乐 那你这个功德 可以供养你的爸爸妈妈 回向你的儿女 这也是不失 回向你一点点都不会少 你越回向给对方 那你力量越大 你回向两个变两倍 你回向三个变四倍 你回向四个变八倍 所以每天我们做功德 都会这样 来 回向众生 同享功德 同臣佛道 那你先回向众生以后 功德更大 再回向你的爸爸妈妈 再回向你的子女 一定要先回向众生 先供养三宝 回向众生 那力量更大 再回向给自己 就像各位刚刚去做烟共 你以后来参加 你最好买两包食物 一包 替爸爸妈妈供佛 一包 用爸爸妈妈名字 布施给六道众生 那这样你就跟所有众生都结缘了 那你爸爸妈妈功德就很大 那平常各位在家里也可以自己做 自己做 所以点香也可以啊 一点点蜜也没关系 养成习惯 所以来 各位现在翻到第八页 因为刚刚我们楼下 点灯 特别晚上希望大家多点灯 我们从去年2016年1月1号 点到昨天为止 点了多少灯啊 念下来 一千两百万 你看看 随喜功德 那功德变我们的了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功德布施给人家 所以各位一定要随喜别人功德 养成习惯 哦这个人长得很漂亮 随喜随喜 这个人健康 不容易生病 随喜随喜 经过吃海禅食 哇 盖得很庄严 随喜随喜 养成这个习惯的人啊 他内心里面 忌妒心这个东西不见了 如果你这个人很喜欢吃醋啊 或者别人比你好 你心里就不舒服啊 代表你没有随喜的习惯 你越随喜 你忌妒心越没有 福宝越大 所以这个世界最大做功德的方法就是 随喜随喜 没有忌妒心 所以网路打开 很多地方在办法会啊 很多人出家 很多人盖佛事啊 很多人做善事啊 我们内心里面都随喜随喜 所以 报纸里面又好的又不好的 好的我们随喜 不好的我们慈悲 那你每天光看报纸就 修无量功德啊 跟世界各地 你很会念阿弥陀佛 奈吉利亚爆炸 死了一百多个人 意大利地震雪崩 现在还有三十个人被埋在那边 那你知道了 那我为三十个人念 三十次奥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就跟他 解善缘 这里面一定好几个就因为这样有机会脱离恶道 搞不好往生净土 你要念什么都可以 所以对于灾难 那你要慈悲啊 有人生病 你要慈悲啊 昨天他们给我说 师父 刘德华掉下来 被马踩到 哇 那么要是佛 那念一下 除腰痛重 因为刘德华比海涛法师出名多了 海涛法师跌倒了 没人理你 这个世间就是如此 所以 但是你要赶快回想 因为大家关心这个事啊 但是你要借这个因缘 成为修道的助缘 各位记住 有人好 有人不好 有人跌倒 有人有地方战争 有地方生病 有地方火灾 要借这个机会修行 你看到报纸有地方火灾了 你要拿一杯水 水有八德 供养十方佛 消除火灾 六到七年 水洒出去 那边火就灭掉了 想不相信 试试看再说 你要相信 那边火就灭掉了 因为这个佛法的力量不可思议 请问我们在这边修功德 地域有没有得到 有啊 恶鬼道有没有得到 有啊 我刚从新加坡来 我昨天去新加坡最大的墳墓 绿野亭 哇 乌姬妈的呀 我们在那边做了很大的焉供 那我今天人在这边 我还在回向那边 请问那边有没有得到 有啊 我刚从缅甸来 我也一直回向缅甸 所以这个就是佛讲的空性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 一个生命是单独存在的 所有存在的生命 随时随刻都互相影响着 这个就是佛讲的空性 美国人影响中国人 中国人影响印尼人 蚂蚁影响人 这个世界互相影响的 所以了解这个道理 你每一天都可以做最好的影响 最好的影响 所以你每天念佛啊 诵经啊 做很多善事 点灯啊 随时随喜 一直帮助整个 前面有个地球啊 地球代表法界 不是光地球 地球是小小的 所有存在的 都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改变 念一下 一心照实法界 对 你的内心的状态 就在成就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那个人现在生病了 哦 我们大家今天点灯 做功德回向给他 他会不会好一点 会啊 现在我们两位格西慈悲 正在修不动佛超度 他们可能要修两三个钟头 念得很认真 那这样再加上我们在这边也认真 他们也认真 我们写了牌位 地藏殿里面的往生者会不会超度 就这样得到不动佛的加持 明天晚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那要帮各位修 私生法 明天晚上七点多 我们大家去放生回来 那私生法干嘛呢 你就坐在那边就好了 睡觉也没关系 要观想把你的身体布施出去 你的冤亲在主也超度了 换一个身体 换一个身体 这个叫不施身体 因为人类最执着的就是 我跟我的身体 也因为这样冤亲在主 就是要破坏你这个身体 被冤亲在主 那修私生法呢 那我就 我干脆把我的身体布施给众生 布施给冤亲在主 然后他就甘愿了 就超度了 然后我们也得到一个空性的智慧 没有我的身体 要布施了 就像有十只狮子过来 肚子饿了 我坐在那边眼睛闭起来 给你吃吧 这个是成佛的方法 所以佛陀以前都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 至少坐在那边观想 我不死了 我不死了 然后把这个我都给断掉了 所以这个修法 最好明天你找你的朋友来 不是佛教人 他说干嘛 他今天就坐在那边打瞌睡 吹冷气就不错了 一个多钟头 搞不好你回去就不会痛了 比打针还快 那这就是 那以后这个私生法 翻成中文 最好我们比丘尼法师也学 学以后换他们念 你们就坐在那边打瞌睡 甚至有人生病 我们都是想去修 他生病躺在家里老人院 我们就在那边修 然后他身上的冤情在主就高兴了 与徐在那边挣扎 我不要 我不要 那还不如我给你 给你他就超度了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们也可以修悲心 学释迦摩尼佛这样 所以各位 心很重要 我今天观想 我布施我十辈子的生命给对方 我就得到十辈子修行的功德 这个修行很重要 因为你多少钱也救不了啊 老实说 今天你很有钱 你可以救全世界的动物 不要被杀吗 但是你不能放弃 尽量做 但是至少每天 我们念阿弥陀佛 念保基督来观想 所有的动物都超度 被杀的动物没痛苦 活着的动物呢 平平安安 这是你的心态 那你的心态就可以影响 动物的世界 轨道的世界 就像各位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直念你要观想 进入地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进入二轨道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呀 他们那边就减低很多痛苦 这个叫慈悲心念佛 念佛不是念给自己 念佛是念给众生 你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心 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 他还念佛干嘛 阿弥陀佛念佛是要帮助受苦的众生 那我们要用这种大悲心来念佛 结果你第一个超度 为什么 你用大悲心 菩提心念佛 上品上身几个世界 小野章 最快 所以特别到晚上 我祈求各位 从今天开始 每天晚上 至少为众生点一个灯 好不好 因为晚上外面 无漆骂黑 黑暗无明 你能够点七个最好 你能够点四十九个 当然更好 你家有钱 一天点一千个 钱都不会浪费 所以像我们每天至少点两万三万五万 那海大法师您点那么多干嘛 为了众生 不是为自己 因为这个世界众生太苦了 所以我们这一年来 三百多天 现在点了一千两百万个灯 明年还继续努力 希望明年巴弹岛 吃海禅士也抱过来 我们已经点一百万个了 加入功德 为什么 每个人都尽力 这一百万不是光我们 是各位住在巴弹岛 你每天点十个点七个 合起来嘛 对不对 为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做得到 一个人点个十个 一百个人点下来 哇 就一千个灯 那我想这个世界 需要更多人来念佛 大家念佛 大家送地长经 前年我们送地长经 送了几部来 二十五万部 那去年三个月 送普门品 送了十万 十八万五千部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各位随喜 也加入这个功德 好不好 为什么这个世界 大家联合起来 帮助世界 这个就是空性 不要为自己 不为自己 反而自己得到更多 一切为众生 所以现在有网路更方便 透过网路 大家来念 对不对 汇集这个功德 一下就一亿变 两亿变 三亿变 这次在舞台上 有一位法师发起念 连诗七寄 七寂文 五万万十九六百八十五 念了二十五亿变 透过网路 二十五亿变 七寂文 大家随其功德 所以我想这个世界 需要有更正面的力量 事实上 外面乌七妈黑 一盏灯放下去 这个灯永远都看得见 对不对 所以越黑暗的地方 哪怕只有一盏灯 哪怕只有一个人在念佛 那个地方都会因为你念佛而改变 因为人一直在影响这个世间 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 身体嘴巴心态 不要再用过去的方法处理事情 今天你老公对不起你 把你钱用完了 晚上不回来睡觉 不要骂他 可怜他 对他念 你这样事情才会好 不行啊 我受不了啊 我痛苦啊 那是你的烦恼 你居然把你的烦恼 变成恶口骂人 那你就越来越丑 声音越来越难听 那怪谁呢 因为你克制不了 所以基本上你要帮助对方 你首先要懂得 克制自己 这叫什么 来 为了利益众生 必须调伏自己 各位要养成习惯 不要破功 每次说 我骂人比人更大声 冻不到嘛 那你念佛也破功 所以一念 称辛琪火烧功德 令都被你烧光了 你功德做得越大 越要忍辱 所以我师父才跟我讲 海盗八师 不能生气啊 你功德做很大 不能发飙 我说对对对 我都忍 我这个人只要生气 我到里面 我很少公开场 很少人看到我生气 几乎看不见 也很少人看到我公开场 骂人 我都去里面 我没在那里面 我只是针对 我后来就不会骂 我就习惯了 忍变成习惯 为了什么 为了要帮助众生 你为了要帮助众生 明明对方错 你骂人你更错 对不对 公开骂人 所以我有时候去学校演讲 然后为了要演讲 那小朋友 很吵 校长或信道者 不要讲话 校长破功 你为了几个学生 讲话你骂一千个人 那你看我讲不下去了 对不对 因为你把气氛弄糟糕了 小朋友不讲话还得了 我那感冒了 跑来跑去会讲话 就代表他健康的 不错了 只是我讲笑话 他更喜欢听 他就不讲话 你要有方法 但是如果你用传统的方法 以暴制暴 你大声我比你大声 你凶我比你更凶 各位改变吧 改变 这个叫修行 法叫改变的意思 改变改变 改变方法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我出家几年了 我碰到过去的太太 很小心 拉警报 这个又感性了 然后呢 他就跟人家说 海盗法是现在变得很好 害他忘不了我 这个就惨了 至少我留给他一个好印象 但是至少我有在改变 但是至少要很努力 至少我认为 这个改变是因为佛法 而不是因为我 因为懂佛法 我们要去改变自己 所以我希望各位 今天我们要超度 老实说还是那句话 念一下 要超度别人 先超度自己吧 他已经够坏了 你还骂他 以德福人 以慈悲感化众生 这是佛教的方法 请问那个杀人 杀999个人 最坏的央节摩洛 佛陀有没有骂他 没有 没有 佛陀转过来 越爱三昧 如月亮一样的悲心 看着央节摩洛 央节摩洛被佛陀的这种 爱 慈悲 就感化了 我怎么在杀人 他就恢复佛心 佛陀说我停下来咯 你还没停 让央节摩洛说 这句话什么意思 什么叫你停下来 我还没停 因为我停止杀人的心 已经没有了 你还有 哎呀 他一天感动 哎呀 我能不能跟你出家 我好惭愧啊 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要注意 释迦牟尼佛到龙洞 那只龙已经摇死几千万人 一吐火放毒 谁都死 千年的龙 所以进入那个洞 谁都会死 释迦牟尼佛拿一个苹果 进到龙洞 坐在那边 修慈悲心 啊这只龙好可怜啊 杀了这么多人 以后要被杀多少次啊 对他生起悲心 结果那只龙一直吐火 一直吐火 伤不了佛陀 为什么 你也讲 慈悲无障碍 各位记住 你有悲心的时候 刀子砍不了你 毒 害不了你 火烧不了你 你世间在什么方法 还不如用慈悲心 水火刀兵都不能伤害你 对不对 佛陀用大悲心的时候 魔王军队伤害佛陀用剑用刀 都变成什么 花 都变成花 伤不了佛陀 佛陀不是用什么神通 悲心 所以那只毒龙 就变成小虫一样 依偎在佛陀的波里面 佛陀感化他 出来动以后 那位大家舍 优罗平罗家舍 被佛陀感动 哇 多少人进去里面都死 你居然出来还活着 而且毒龙还变成小蛇 跪下来我拜你做师父 他这样度了他们 度了三家舍兄弟 总共一千个弟子 佛陀度一千个阿罗汉 佛陀的方法很简单 他没有讲很多道理 他就是用实际的行动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巴弹岛就靠我们这几个啦 你们就慈悲一点吧 他们就不会杀生了 他们就不会做坏事了 听说巴弹岛还有一个不好的名字啊 新加坡男人的第二个乐园 我刚才听什么意思 男人这边找女人嘛 我说这边是回教徒 可以改的 哇 这些男人很可怜 我们要度度他 那你要度你老公怎么度 你改变温柔一点 你就度他啦 对不对 他就觉得我家这个女人最好 我干嘛去巴弹岛 但是如果你用凶的方法 暴力的方法 不高兴的方法 不吃饭的方法 哇 他忍啊忍啊 为了跟你生儿子生吻 他只能忍啊 那造成更多更多的问题 我想因为各位学佛啦 你必须在人格上有所改变 心态上 慢慢的你对别人的影响 越来越多 这不分在家出家 并不是出家就可以影响 不一定 但出家的外表是有功德 但是出家人的心态 人格行为更重要 因为人家会注意你嘛 所以佛陀要我们出家 就让别人注意你 出家人开车要比别人慢呢 出家人不能给他 要改變 以後叫你家人隨便拿個相機 生氣 拍起來 喔 會比你還拍看 哇 你要長得那麼醜嗎 因為人一生氣一罵人 眼神也不好 聲音也不好 怎麼看都很不好 頭髮很暢秋啊 很討厭 他就一副我要讓你很討厭 就像那個狗 很討厭的樣子 那怪不得越來越討厭 不叫不用這種方法 你做錯 我靜靜的對你更好 等有機會再用愛感動你 你不要現在受不了 啪啪啪 你把我死回來 我臉真的死了 你現在給我回家 爸爸回家 回家還沒死 回家還繼續罵呢 乾脆不要回家 因為你情緒控制不了 所以佛陀說 一定要調伏自心 你才可以感化別人 不能征服自己 就沒有辦法用慈悲的力量 去影響別人 所以我想各位來到佛堂 就是為了修行 既然懂得修行 要有所改變 眼神要改變 講話要改變 行為要改變 穿衣服做事情要改變 而不是說你來十年了 老油條都沒改變 又臭又難吃的老油條 所以各位 人家吃油條也要新鮮的 你這個人很難吃 很難吃 對不對 那就不好 所以特別我是個出家人 因為我天天在面對 不一樣的人事物 我的師父也想跟我講 你一定要做一個被歡迎的 你走師父什麼時候來 你走我希望他下回不要來 那我不白來了 無所求到任何一個地方 無所求只想奉獻 這樣就好了 那人家就歡迎你了 如果你到什麼地方 要佔有那個地方 要得到什麼 以後你下回不要來 我都比你更欠 你都比我更欠 你想要去搶別人的不好 所以我們出家人就是 不執著一切 像蜜蜂採蜜 但是不會傷害花 有這個意思 所以不要去破壞 那我想各位部分在家出家 因為很多人跟我說 師父 說我要出家 結果這一次我們辦短期出家 有一位老公還打電話給我 沒接到 托別人說 你最好不要讓我老婆回家 然後那14天到了 他老婆回家 他把她趕出去 你出家人不能回來了 他老公等這一天等多久了 但是我也知道那個女眾 真的有一點令人不高興 他連講話 他連在我旁邊唸阿彌陀佛我都要昏倒 這麼難聽呢 想必他天天罵人 他老公給他罵一輩子 終於快解脫了 所以被惹人厭惹到這個階段 你看男人爭命苦 所以我想各位你要 你要時時刻刻 像一朵鮮花 溫柔慈悲 那你才能夠感化對方 對不對 不然的話 一講話就吵架 對方恨你 你要讓對方造業 不快樂 佛教最重要的 念下來 清淨心 清淨相 就是說你走到哪裡 你要遠起次地 就是說最乾淨的最好的 沒有一些不好的心態 給人家感受到 所以我想各位 穿衣服也好 做事也好 走路也好 開車也好 你一定要注意 我這個態度 這個外表 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不要給別人一個不好的 一個看法 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互相影響 對不對 像我在台上 我不管我講的內容 不好啊 哪裡不好 馬上都會影響到各位 馬上 所以我要注意穿著啊 呼吸有沒有力啊 精神好不好啊 這也是打手印的 講話比來比去 就怕各位睡著了 內容好不好啊 聲音恰不恰當啊 這一切都要非常注意 這個代表元起 就是說你修詢佛法 不離開環境 不離開眾生 隨時在影響了對方 那既然要影響對方 那更要很小心 就像這麼多攝影機拍的我 現在是全世界都在看 所以各位 臉比較笑的啊 你看連攝影機都拍著你啊 對不對 哪有聽到這樣 哪有聽到那樣的 因為我們在影響世界 現在很容易 我們電視轉播 包括臉書轉播 都是直播的 都是直播的 那對我有幫助 等於多少槍指的我 你要小心 不然你會被打到 一生氣就啪 你就死 所以不能起心動念 所以修行我覺得很有意思 環境一直在勾引你起心動念 所以你就更專心 如果沒有這麼惡劣的環境 你就不容易修 就像今天晚上帶你去個地方 叫鬼屋 我保證你念佛念得很好 不敢亂想啊 因為有鬼啊 就是環境不好 所以佛陀說 五濁二世修一天 比在極樂世界修一百年功德還大 因為這個五濁二世 時時刻刻在污染你 傷害你不容易 但是你能夠保持清靜 又能夠慈悲 哇那修行功德很大 所以我們難得 在這種情況 五濁二世能夠聽聞佛法 那是我們的福報 那你要把它 把你的家庭社會工作環境 當作修行的場所 罵你修忍辱 對不對 對你好修慈悲 對別人修感恩 包括我要出家 我都跟我兒子跪啊 謝謝你 沒有你做我兒子 我不知道媽媽爸爸的偉大 也不知道愛的偉大 我跟我過去的太太跪 跪了她哭死了 完蛋了 這小子要出家了 我說我真心的感謝你 永遠的感恩你 這七年 因為我感謝一切 我才來出家 對我爸媽當然是跪啊 我爸媽跪她就哭啊哭啊 我跟她說爸媽 我感謝你們 我永遠會把別人老人家 當作是你們來孝順 沒有你們我不知道 什麼叫孝順啊感恩啊 所以好好壞壞我們都感恩 不好的你要感恩 因為沒有你我怎麼修忍辱呢 對不對 我從來不會去記別人的缺點 因為他的缺點是我的責任 我怎麼樣幫助他就好了 這輩子不行下輩子這樣 但是一定要盡力 我想佛教的心態改變了 這就是點燈的意思 來念一下 光明啊 不在黑暗啊 就是這個意思 黑暗就是無明 你貪嗔痴你不了解 那你就在黑暗痛苦裡面輪迴 如果你點燈啊 這個燈代表你的心態 念下來 菩提心燈 大慈悲為由 大信願為助 大智慧為光 當願眾生 得見淨土 同生極樂 翁半生阿樂給阿奉 那這一盞燈就變成佛陀的光囉 同樣大家在點燈 你加入一顆心在裡面 菩提心 這個燈就變成光 這個燈你擺在哪裡 點多久 很多眾生就超度了 就像你 菩提蓋亞的正絕塔 只要塔在 眾生飛過去看到叫 見極解脫 飛過極解脫 燈裡面的靈 風一吹叫 聽聞解脫 所以我想各位並不是說 我沒有錢蓋很大的塔 問題是 你有一顆菩提心 一支香就可以變成菩提香 一個燈變成菩提燈 一個聲音變成佛法的聲音 只要你願意 為什麼 佛法是心法 用心 不要用貪嗔痴的心 不要傲慢 不要嫉妒 不要懷疑 不要有這個心 不要有不好的身口意 殺身偷盜協議 罵人騙人 講是非 不要有不好的心 對方就算害我 我也趕快 我應該原諒他 我希望他更好 你要修行 你要轉 你千萬不要說 某人我打電話跟你講 那個海棠法師多壞 我已經夠壞了 你還比我更壞 你還講下去 講講講 講到全世界都知道 你實在更壞 所以各位不要去講這個事情 你要講 我們吃海禪師點燈 做煙工 太好了 要放生 希望你同享功德 回鄉給你 報喜不報憂 講好話不講壞話 壞話留著放在心裡 怎麼樣去幫助他 這個世界 各位要修行 你要去批評這個世界不好 講不完 知道嗎 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不好 所以叫五濁二世 佛陀給我們說 這個世界只堪忍耐 可以活著 所以叫堪忍說婆世界 結果很多人還在這個世界找快樂 就像在監獄裡面結婚 蓋房子生小孩一樣 請問監獄裡面還有快樂嗎 那這個世界就是個監獄 地獄火災火災的地方 對不對 佛陀給我們講得很清楚 各位 相不相信 我看你們懷疑 不然還沒出家 不會啊 我牽著我兒子的手很快樂啊 我老公帶我去美國玩很快樂啊 那不是快樂 那是吸毒啊 那種欲望啊 但是各位你可以利用這個 沒關係 來修行 世間的親情 轉為佛法就好了 你跟他的姻緣 跟他講佛法 視線人格給他看 有個好媽媽就有個好兒子 對不對 有個好爸爸就有個好兒子 因為我們做給他看 所以在這一點 我們是什麼 來念一下 修行者 什麼叫修 思想改變了 沒有自私欲望傷害 只想要幫助了 慈悲叫修 行呢 所以我講的話做的是 只有慈悲沒有傷害 只有關懷 想盡辦法到 每一個地方都要去關懷 所以各位打開報紙 多回向北韓啊 希望金先生越來越好啊 希望他們環境越來越好啊 回向敘利亞 回向給伊朗 回向南非 不管什麼 回向美國 哇 新的要上來了 大家挫的蛋 不是不好 也不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 這樣 那是一直回向一直回向 那美國人就有福報了 對不對 那美國好世界就會好啊 這個佛教方法很重要啊 這個人天天打麻將做壞事 你不要罵他 拿他的相片去觀想 你為他做好事 點燈 其實是改變的 這個就是回向的意思 活的人可以回向 往生者也可以回向 一定要這樣做 對於往生者你要觀想 他在極樂世界 他坐在蓮花 我們為你點燈放生 他一定去極樂世界了 你不用煩惱 除非他自己很執著 那沒關係 多做一次 對他一定有幫助 他至少脫離善惡道 因為佛法的力量 不可思議 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的 那特別你用一顆菩提心 在幫助對方 好 生命的力量來自於愛 慈悲的奉獻 就僅幫助眾生 離苦得樂 所以生命電視台 帶著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難 到處去利益眾生 願大家都互持生命電視台 讓佛陀的智慧 讓佛陀的大悲心 充滿這個世間 護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佛道就是精力善用自他共融 將力量運用在最有效的地方 就跟防疫一樣 出門戴口罩 口罩要代勞 公共場所 落實防疫規範 接種疫苗 提升保護力 注重個人衛生 勤洗雙手 這是我的防疫九宮格 你的呢 台灣人阿里 十地菩薩的現前地菩薩 十地菩薩的現前地菩薩 是六地的菩薩 他圓滿了般若智慧 經常安住在滅靜定中 滅靜定 是心與心所皆滅靜的禪定 以及六四之心作用 皆滅靜的精神統一狀態 他不其有漏心事分別 照見緣起信空 扯悟諸法自信 可說真實的佛法已現前 所以稱為現前地 護身功德殊盛行 無邊聖福皆迴向 普願成立諸眾生 數網無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赫薩 無法補著的波羅蜜 我會補著的波羅蜜 不得了 我會補著的波羅蜜 無法補著的波羅蜜 我會補著的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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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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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